Hello,大家好,我是Liu,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呢,给大家开箱一块 比较特别的G-Shock腕表 这支腕表是哪一支呢? 可以看到这是一支G-Shock的全金属的小方块 Metal Square 它的编号呢是GMWB5000PB-6 在美国的售价呢是600美金 这支腕表的配色呢 在众多的这个G-Shock小方块当中 还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配色 可以看到它的表身 整个的这个Case呢是一个紫色的 而它表链呢 是这种蓝紫相间的一个颜色 一节蓝一节紫 一节蓝一节紫 它这个配色的设计灵感呢 取材于东京的夜景 半折这个黄昏的晚霞 和晚上大楼的这个霓虹灯 呈现的一个颜色 这支腕表在网上看到的图片呢 我有点怕这个表的实物会过于的鲜艳 会过于骚气 但是 这实物呢还算是比较低调的 相对比较暗的一个颜色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腕表的参数吧 虽然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这支腕表的宽度呢是43.2毫米 它的这个长度 要达到49.3毫米 它的厚度呢是13毫米 现在很多G-Shock的高端腕表呢 都具备这个指针显示 那么有一些网友呢经常说 G-Shock的腕表呢 竖显才是它的精髓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两种我都很喜欢 指针的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在竖显当中呢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全金属的小方块的 而且呢这个颜色也非常的特别 但是现在我突然有一个疑问 如果要是裁表链的话 我裁掉了一个表链的话 会不会导致有两节是同样一个颜色呢 但通常我们会 比方说你裁掉单数的表链 会从这个墨尾 拆掉一个 应该你看不出来这个相间的这个变化 或者呢两边各裁一个表链 它这个表带扣 可以看到旁边呢还是有一些微条 所以呢当你拆掉一个表链之后 你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大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往里移 整个上面的这个颜色呢 是G-Shock卡西欧的一个特殊的电镀技术 有点类似这个DLC Coating 据说上面这个电镀呢还是非常坚硬的 耐刮耐磨不会掉色 这只腕表的一些功能 相对普通的这个G-Shock的小方块来说 首先呢它是全金属的 包括它的表链表身 整个腕表的后盖 它中间呢有一层塑料的保护层 会使得这只腕表更加的防震 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Chessy 整个的这个case都是全金属的 所以戴在手上呢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官方的重量呢是167克 特别的功能呢 比方说这只腕表呢具备这个太阳能充电功能 除非这个电池产生老化 显示 另外呢这只腕表是具备200米防水 其他的一些功能呢 比方说它可以通过不同波段的无线电信号 校对时间 会使得这只腕表的走时呢 非常的精准 另外呢有世界时间 停秒功能 stopwatch 还有倒计时功能 还有倒计时功能 另外呢它的屏幕后面还有一个LED灯 在夜晚呢你也是可以读取时间的 我手腕的周长呢是185毫米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手的感觉 OK那么关于这只腕表的开箱和介绍就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只腕表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联系一下你当地的这个AD 或者呢到网上 像在美国呢可以到Ebay 或者国内的淘宝呢去看一下 好了那么感谢大叔跟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